中央名为总统蔡英文 英详专案最后一战 顺利抵达了美国洛杉矶 并且受到了将近700位的侨胞 在环球影城西尔顿饭店门口 一路热情的握手欢迎 而晚宴上面呢 蔡英文总统呢 向热爱台湾的侨胞 以及多位的美国友人分享成果 请看东西新闻 在洛杉矶的现场报道 谢谢主播 记得现在所在位置的 就是环球影城饭店 蔡英文整个晚宴的安检入口 那么其实呢 这一次呢 透过稍早的画面 大家也看到蔡英文呢 已经顺利地抵达了下榻饭店 而且呢 目前正在休息当中 不过呢 从画面上 大家也可以看到呢 这一次呢 几乎是欢迎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把整个环球影城 西尔顿饭店的门口呢 都包围了一半以上 那种民众呢 都遵守着蔡英文总统 所要求的也就是低调 所以呢 听不太到什么 非常大欢呼的摇旗呐喊呢 都是蔡英文走到面前的时候呢 来一夜地跟她握手 并且说总统好 甚至帮她拍照 以这样的一个情景呢 来欢迎蔡英文的到来 那么除此之外呢 其实呢 整个晚宴会场 由于呢 将有超过680人 通通都要慢慢地进入 所以呢 时间呢 将会拖到一个小时半左右 也就是呢 目前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呢 人满为患的一个情况 而整个晚宴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呢 也符合所有侨民的希望 那就是呢 几位重要的侨林呢 除了有两分钟的发言之外呢 其他全部的时间都要来给蔡英文 因为呢 所有的侨胞都想要听蔡英文此行 有哪些重大的成果跟突破 也就是他此行的重大演讲呢 将会第一时间内 分享给洛杉矶的侨胞 那以上就是目前现场的最新状况 国际者彭迪 叶宏志以及国际中心 现在把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